一度的Nito 楽しめ了 太開心了 真的是有酒味 所以感覺大人的感覺嗎 所以 意大利跟還有 日本料理合作的感覺 旅行百丹 旅行百丹 你講話好像髒話一樣 這裡是天堂的嗎 Hello 你好 我是Mana 今天我要吃拉麵 我知道台灣人很愛吃拉麵對不對 我住在新一區 在新一區最有名的拉麵店就是 伊朗拉麵對不對 台北超級強 雖然我也覺得伊朗是很好吃 但是在新一區有很多很好吃的拉麵店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我最愛的 兩斤拉麵店 所以呢 今天的激發是 日本人推薦 最新一區最好吃的 兩斤拉麵店 好 進來了 好 進來了 第一間就是 富裁家吧 哇 我知道在台灣的話有很多很多幾百丹 很好奇 為什麼在台灣有幾百丹 在日本的話很少看那個幾百丹 所以呢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真的很驚訝啊 但是呢 來這一家店的時候 哇 我的印象完全改變了 這個拉麵店的話可以選那個濃度嗎 我比較喜歡很濃的味道 富裁家的那個濃度是對 日本人來說超級剛剛好 超級好吃的濃味 對 但是如果對台灣人來說 的話可能湯頭會有一點臭 如果不太習慣中口味的人的話 可以點像中啊 或者是蛋 而且它的麵啊 還可以黏背再加一次台湯 哇 太好啦 好 來啦 祭拜丹 祭拜丹 妳講得好像髒話一樣 哈哈哈 你看這個湯超級濃的 不是啾啾啾啾的湯 是滴滴滴的湯 超級濃的 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有豬肉 然後包糖 這個麵超級濃的 太好吃了 湯喝起來的時候還會感覺是 膠原蛋白黏在嘴唇上面 它的叉燒是豬肉 但是它切得很像牛小排 有口感 有口感 我覺得比較可愛 它的叉燒飯的話 上面會淋那個日本的美奈滴 然後再烤過 而且啊 把那個叉燒飯吃完一半以後 剩下的飯再倒到拉麵的湯裡面 因為湯本來味道就很重嘛 這樣吃起來就應該吃那個雞湯粥一樣 超好吃 好 我們的叉燒飯 這樣子 一半啦 重點是一半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這裡是天堂的湯 一度で二度 楽しめる 好 吃完了 吃這個拉麵之前 我覺得 啊台灣的雞排湯 對我來說還好 但是呢 吃這個拉麵之後 覺得 對啦 愛上雞排湯 如果來 新吃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 不採茶喔 那第二就是 啊 現在我要借U-Bike好了 因為呢 第二就在 西中府的新光三月 U-Bike比較快 出發吧 的 又會 第二天就是 這是DU 伊達利亞 這是我們推薦的拉麵店 因為我跟媽媽打電話的時候 媽媽說我要叫我來吃這個拉麵 然後媽媽發現DU 伊達利亞在台灣也有 太開心了 然後這個是在西中府的新冠三園 A4 然後D社二樓 然後這個是那個拉麵 那個拉麵 生火腿起司拉麵 它的火腿是NAMA的 而且對伊達利亞是米其林東京的三年連續推薦 而且看起來是伊達利料理的感覺嗎 所以伊達利亞還有日本料理合作的感覺 對 你試過起司拉麵嗎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起司拉麵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片像韓國那樣子的起司 或者是固體的起司 但是它的起司的話 特別從東京運過來的烈泰的起司 而且煮烙味非常的重 然後配上拉麵 雞湯的清淡相結合在一起的話 就讓麵整個變得非常的濃郁 而且不會膩 我要開動 我要開動 嗯 嗯 所以其實就是那種很濃郁的味道 不會脂膜的感覺 很舒服 對 而且這個清淡也很好 哇 還有它的生火腿 它的不是一般的插槽 而是有淹過的生火腿 超好吃的 那我的話呢 還有單點另外一份起司 雙倍起司 再把一份起司加進去 我還沒吃 就已經可以聞到它的濃郁的起司香了 開動 它我覺得好吃 我覺得我剛才吃一大利麵耶 那我點的是 白骨雞 哦 滿滿香菜 太可怕了 我第一次吃香菜的拉麵 但是呢 胡麻糟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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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酸的 它說它是世界第一酸耶 世界第一酸 哇 真的這個不是拉麵的感覺 是那種 海狗料理啊 我自己喜歡的口味 因為我比較喜歡酸酸的味道 真的很酸 感覺特別愛香菜的人才敢吃嗎 真的 很酸 嗯 你覺得這個拉麵 我超愛它的起司拉麵 有時候突然想吃伊蘭 結果發現伊蘭要排隊的話 會跑來吃這個 對 有一天來這裡的時候 沒有起司對不對 哦 對 超難過 那時候因為疫情比較嚴重 然後就他們的那個運輸什麼都有影響 他們雖然店有開 但是生活推起司拉麵的起司就沒有 那個超級難過 對啊 那一眼吃吃看 我怕我不敢吃耶 嗯 好吃嗎 是好吃的 但是太酸 超級酸耶 但是它的酸度是很新鮮的酸啦 不是一些調味料的酸的感覺 就是用檸檬蒸下去熬煮的這個湯頭 所以是好喝的 耶 啊 你看看 吃吃吃看 吃吃看 欸 沒講話啊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resort的感覺 白飯原來有那個甜味嘛 所以如果配鮮鮮的起司的那個湯的話 變成伊達利料理的感覺 哦 吃泡沙拉麵的起司拉麵都真的好看 還是喜歡這個招牌 這個也很好吃 但是呢 這個太好吃了 真的 招牌就是不一樣 而且 現在的話 有可能在越南啊 或者是泰國的餐廳也有 但是這個的話 滿緊張不帶了那種的味道 所以對我來說很特別的感覺 嗯 嗯 嗯 吃完了 然後呢 這個老闆給我們 布丁 真的謝謝 這是 白蘭蒂布丁 所以是有一點酒味的布丁 謝謝老闆的招待 真的謝謝 然後いただきます 有點嚇到的那種 槍盒子 真的是有酒味 所以 感覺大臉的感覺嗎 繼續吃吧 謝謝 哇 好飽哦 很好吃 好吃 雖然 雖然辣麵超級好吃 但是呢 有時候排隊很長 然後如果 你趕時間的話 沒辦法吃 對不對 但是呢 今天的 兩間店 超級好吃 然後 有時候 不用排隊 所以呢 來新宇宙的話 不是 宜蘭拉麵而已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兩家拉麵喔 好 今天的影片到 周邊結束 別忘記按讚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還有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哈囉 那下次的音便很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喔 拜拜 啊 天啊 超級好吃耶 真的 太好吃了 這個不是布丁嗎 這是Cream 很濃稠 很濃厚的感覺 然後你一含進去 整個酒味跟奶香 就從你的舌尖上慢慢的化開 好 好 等一下 我被照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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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